俄乌战场上有些新的一些东西 你看到这个普丁真的是脸很臭 乌克兰疯了吗 打到俄罗斯的境内去 那美国怎么说呢 就靠近乌克兰的边境 现在开炸了 乌克兰打到俄罗斯境内 你现在要入侵俄罗斯吗 你认真吗 那俄罗斯说要进行消灭行动 采取必要措施来消灭 还有数字 俄罗斯的网媒说 39名乌克兰人员被消灭 还有人被俘虏 然后客工的发言人 也告诉大家 这个做法只是要转移 对巴赫木特失败的注意力 那当然泽伦否认了 跟我们没有关系 有没有 然后现在说是你俄罗斯自己打的 这些人是不满普丁的 不满这个克里姆林宫的 自己的内讧 好我们都知道了 战争期间各方的讯息很多很乱 但美国这番谈话 我倒是看了 真的快跌倒 美国说什么呢 乌克兰打到了俄罗斯境内 美国说什么 美国国务院发言说 我们美国已经告诉了乌克兰 不促使也不鼓励 袭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 不促使也不鼓励 换句话说 你有这个选项 你不是说不禁止 没错 一向是这样的 所以我跟你讲过 什么叫慢炖锅呢 你不要炸锅嘛 你不能打到俄罗斯 美国是不是要出手了 那美俄坐在美国不干了 所以你慢慢炖它嘛 慢慢炖 所以这个我根本不相信 是人车司机派部队去打 因为美国爸爸把你看得死死的 武器不能超过多少射程 这个部队破坏部队 很多 乌克兰也有激进分子 爱国分子有 折射司机hold不住嘛 对 还有恐怖分子 你们俩打得不够大 挑一下 世界大战最好 什么人都有啊 战场上 非常混乱 所以大家看到很多讯息 不能够尽兴哦 但当然美国国务院发言了这番谈话 董哥你怎么解读 不促使也不鼓励 所以没有禁止这个选项 你看机械文才 拜登三天前才讲 他说我们会支持你F-16 叫那些蒙古 把跟美国买的F-16提供给你 但是你不能去攻击俄罗斯哦 那天特别讲 那大家把老旧的F-16给乌克兰 还要跟美国另外买飞机 所以唯一赚到的就是美国啊 那我们看 这一次会有这些动作 当然啊 因为我们在台湾 看到的都是欧美的媒体 这些媒体都写得 好像俄乌战争 俄国人已经快被打垮了 那泽伦斯基每天也在讲谎话 我们一定要把俄国打垮 没有什么做下来和谈的 这就是我们的和平方案 大家都觉得说泽伦斯基 这个战还是和 他其实自己没有办法决定 他要听美国的嘛 那你觉得美国这个谈话什么意思啊 虽然这个大家新闻登得很大啊 你乌克兰封了吗 泽伦封了 打到俄罗斯的境内啊 普丁会怎么样 而且据说普丁已经听了简报 亲自听取了这个简报啊 就是这个战事要不要升高 当然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理由啦 但美国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啊 美国看起来 好像觉得这个做法还不错是不是 普丁从去年的2月24号 他就是很完整的 他不认为这是一场战争 他认为这是只是特别军事行动 我是教训你一下 我没有要跟你战争 战争你不是我对手啊 所以他现在打 他打就是我占领东边的 南边的一部分 然后我就没事了 我并没有再往西边 或往你的哪里去占领 那你觉得美国的态度是什么意思 是 那美国的态度就认为说 我希望你们再继续纠缠下去 你牵住俄国 那你需要武器 我就叫我给你一些 然后这些盟国大家给你一些 然后最后赚钱的是我 所以美国不希望他们有和谈 希望战争继续下去 那希望战争停止了 是中国大陆这些人 下去调解 结果调解 因为美国一直破坏 那变成责任时机也不愿意 那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战争 没办法停 就是美国人在锁死 对 所以美国的意思 也是撇清 我已经跟乌克兰说 不促使不鼓励 但是你要这样做 我也没办法静止 那另一头大家看到 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有意思 巴西总统 大家知道 他跟中国大陆现在关系不错 有没有 当时他到了这个大陆的时候 他也不断在讲美元的问题 为什么要用美元 我们那天新闻做很大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不断的这个喃喃自语 在广岛举行记者会 第一个我就看到了地点 巴西总统在日本的广岛举行记者会 这个事情是有多急 我非要在广岛就要讲 我还不能回到巴西讲 他讲什么呢 他就骂拜登 支援乌克兰 根本是在煽动战争 对实现和平没有意义 他说和平是可以通过 头脑冷静下来谈判实现的 我们巴西愿意担任调停中间人 他讲过了很多遍 但是到现在为止 他气到这种程度 我不忍了 在广岛我就要讲出来 然后另外一个更气 泽伦竟然放好鸽子 他说我在这个房间 跟乌克兰领导人有双边会谈 就约好了 我们等到泽伦迟到的消息 泽伦没有露面 很明显的他付了其他的约会 没有来进行此次的会晤 我没欢喜 不高兴 Unhappy 泽伦似乎对与俄罗斯进行和平谈判 不感兴趣 总统 我堂堂巴西总统 你放我鸽子 你跟我约好了 然后你不来 总统在房间里面 等他 对不对 所以他气到炸锅 气到在广岛就要开 这个帅将军好精彩 这当然 你在巴西开会谁听你 当然在现场发飙是 马上就抓到媒体的新闻 你知道 轮车司机虽然不怎么样 可是全世界是最红的人物 当红大司机 到全世界去访问 到人家去演讲 那巴西总统说 我也是somebody 我跟你讲好了开会 你也给点面子嘛 你不但迟到你根本就不来 你放我鸽子 你不来我的会议 你去跟别人见面 你把我看成什么人啊 对 所以他非要发飙 这个政治人物就怕没有媒体的舞台 就怕国内的人不知道他的彪悍 他做对他是有利的 借你轮车司机向上人头一用 对不对 我今天抬高我的地位 一定有这个味道 我们看政治人物看太多了 你记不记得立法院早上没人开会 一个人在那里国事论坛 我从来不想讲 你对了空房子讲什么 他也要讲 万一被你们媒体转播一下呢 对不对 这个总统的心态是这样 因为什么 在一片亲美的声音里面 跳出来一个反美的 那是不是被凸显 所以当初岸田去邀请巴西总统 岸田不是要扩大举行 邀请了一大堆这个国家吗 没想到来了一个反派 巴西总统大家就觉得 这个是来支持还是来乱的 那当然同样现场巴西总统不高兴 布林肯会不会高兴 这个拜登不是也放人家鸽子 放了巴牛的鸽子吗 太平洋这么多岛国领袖在等着他 他说不来就不来 就派了布林肯去 那双方确实签了一个这个防务协议 我问一下这个委员 这个防务协议很重要 第一个呢 他可以这个美军可以进出 这个巴牛的空域机场跟港口 布林肯虽然说跟其他国家没有关系 但是我们看到这是不是有点卡脖子中国大陆的意味 那么更让大家炸锅的是 你看到这个双方的这个落地的画面差很多 这个八国通常他们的习俗 不会在日落之后进行典礼接待宾客 但是莫迪来了都可以例外 礼炮一对红毯迎接一样都没有少 甚至呢八国的总统用最尊贵的方式 这一国有个这个传统弯腰来触碰他的腿 这是一个最尊贵的方式 就这样对莫迪 不但这样还告诉大家什么呢 他告诉大家说 希望这个呼吁印度 应该是在替这些大国博弈受害的这些小国 来争取利益 多么看重这个莫迪 但是你看到布林肯来就这么扬春 有没有有红地毯吗 有没有这样子 有没有这样子去摸他的腿 完全没有就是简短的欢迎 同时该国登了很多很多的报道 说你看看中国帮我们盖铁路 很多的基建对我们社会良多 但是你美国呢 你美国带来什么 委员 巴布亚他以前被英国 这些欧洲国家统治过 所以对欧洲的很多的礼仪 相当的清楚 那对于这个莱哲的不同的身份 有不同的待遇 莫迪他是总理 然后又是内阁制的政府首长 就是说在印度 他比印度总统地位还高 所以他迎接他当然要尊重莫迪的行程 就是 那这个布林肯是美国的国务卿 国务卿大概是相当于副总理上的一个位阶 但是美国是总统制的 这个总理地位不高 所以国务卿如果是总统很重视的话 像季辛吉地位就很高 如果总统不重视的话 太多国务卿 你根本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上去没几天就走路了 这个多的是 你看 川普的国务卿除了后来的蓬佩奥 比较有名气 其他前面也没有任得 所以 所以这个美国 他们的制度 他们大概 巴布亚应该很清楚 因为他们属于英美系统的 签了这个房务协约 房务协约是早出的研究 本来是拜登区要签的 房务协约我们不能否认 在传统上 这几个国家 都是在军事上 都是被美国跟澳洲所控制 房务协约只是把这个 实际上的控制 化为法律上 意思告诉说 你马克宏跟中国大陆 没来远去 在大西地搞了一个 准房务协议 你军舰可以互相访问来 你不是房务协议什么 就表示大西地 那么漂亮的大的港 可以让解放军的军舰停靠 那好了 那我美国就要先把其他的东西 封锁起来 那表面上讲说 哎呀我不针对其他第三国 见鬼啊 怎么可能 对不对 你不认为帅将军 哪有那种不针对第三国的 法务协议 资料反过 资料反过 资料反过